111年全国中区游泳锦标赛 这一连两天在台中市北区国民运动中心登场 共有500多人来参赛 要来取得6月份的全国赛资格 中华民国游泳协会表示 以往比赛的会场人数都是上千人 但这一次防疫的考量 只限选手相关人员入场 而选拔的人数也因疫情调整 只要报名参赛就有参加全国赛的资格 吹哨名枪选手跳入水中 拿出平时的训练成果来争取佳机 111年全国中区游泳锦标赛 一连两天在台中市北区国民运动中心登场 一共来自新竹苗栗及中章头军等6县市 近500多位的选手参赛 总共分成5个级别 10岁以下11、12 以及13、14、15、17 以及18岁以上5个级数 中区分林是以苗栗、新竹以南 然后一直到云林 这是我们教练就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来带我们的比赛 那我们游队上也有很多就是练的人也确诊了嘛 所以这次比赛就是可能训练的时候比赛前训练就没有教练 中华民国游泳协会指出比赛分成10岁以下到18岁以上无组 采取有自由式、仰式、八式、碟式、结混合等不同距离来分类 因疫情调整 今年赛事不对外公开 只限选手相关人员入场参赛 而卡朗到疫情影响训练 这次选拔人数也做出了调整 只要报名参赛就有参加全国赛的资格 所以在整个选手的训练或者比赛来讲的话相对都会受影响 然后协会这方面也基于这个考量这个选手的相关的权利了 所以在分区赛的这个领选是等于是比较放宽 也就是说分区赛达标之后 以前分区赛达标之后才能晋级到相关的这个全国赛事 然后这几年下去我们还是维持 只要你只要能够只要有参赛这个分区赛之后 就能报名这个全国赛 看到我们进来的动线 其实跟原来国运中心场馆人员的动线是分开的 我们有专属游泳赛事的动线进出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进场又分流 台中市运动局指出 市府配合赛事进行 对防疫工作也加强清销及比赛分流 希望能够在安全的赛事环境下替自己的队伍 取到最佳种据 这里像台中采访不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OK 谢谢大家